一念离真就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古人云纳 求明者 应好色欲 而明必败 求利者 应好色欲 而必丧利 居家者 应好色欲 而家业必荒 为官者 应好色欲 而官业必堕 邪淫 极大损耗了一个人的 因德和福报 所以 邪淫者 消福报 损财富 病缠身 冒衰减 心会案 感情错 婚姻拜 家不合 仕途堕 寿命短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元素 人 是家庭的基本元素 故而自古便有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推理 自我身心和谐也是家庭和谐的前提 家庭和谐呢 则是社会和谐的前提 因此 最后 还是要落到个人的自我调整上来 也就是说呢 家庭的幸福与否 很多时候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感觉 而不是金钱的多少 房车的拥有与否 而个人的身心和谐 恐怕要从自我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 尤其是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体 更应该自律自爱 当家庭出现灾难时 我们往往会怨天尤人 却没有想到反求诸己 而在现代社会中啊 造成家庭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邪淫 邪淫导致的家庭惨剧 阴性艾滋病事件 曾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患者自称的一种 被称为阴性艾滋病的神秘病毒 患者自数 可通过唾液与血液传播 其感染途径与艾滋病相似 这个群聚集了一群 具有相似特征的人 他们大多在高危性行为之后患病 他们最初呢 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怀疑促使他们反复做HIV抗体检测 结果却一再呈现阴性 这并没有让他们轻松起来啊 他们继而坚信 他们感染了同一种未知的病毒 这一病毒类似艾滋病 还能够通过唾液 体液等轻易传播给亲朋 经济困难的人想去扎阳 扎阳呢 就是用针头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针 然后再扎在自己身上 使自己变成真正的艾滋病人 以此获得国家免费的艾滋病治疗药物 疾控中心呢 已成立课题研究组 但这个特殊人群的大多数 仍生活在病痛与恐惧中 有一篇报道文章 《陌路疯狂 阴性感染者的深渊》中 一位网友叫陌路 讲述了他的经历 性观念保守的陌路 染上阴滋病 是拜老公所赐 发病前他非常漂亮 脸上连个斑点都没有 可是五年前 老公出差两个月后 回来咳嗽不止 两周后 他也出现症状 皮疹 肌肉跳动 淋巴结肿大等 两人体重骤减 进行HIV抗体检测和治疗 结果都是阴性 一年多以后呢 很多症状自行消失了 但三个月前 消失的症状重新出现 老公承认 他在外面找了小姐 在长达三四年的潜伏期里 虽然还有疲劳 咳嗽等少数症状 但陌路以为 自己没有感染艾滋病 而且医生都说他 神经病有心理问题 于是他和家人如常生活着 他和母亲经常一起吃饭 他还常常抱着侄女 而除了母亲和侄女外 他发现其他所有家庭成员 也都感染了相同的病毒 包括父亲 两个哥哥和嫂子 去年他的一个哥哥去世了 他长得很帅 又十分富有 他不喜欢找小姐 因为太脏了 他回忆啊 哥哥早期症状 和他当初完全一致 咳嗽非常严重 感染三年后 死于肺癌 他的孩子已经四岁了 有保姆带着 他说 孩子和保姆都被感染了 为了减少痛苦 他尽量少和孩子待在一起 他甚至和老公挑明 他不想再管孩子了 末路称啊 他现在只有三个想法 报复 救家人 和自杀 在救家人很渺茫的情况下 他已经报复性地 传染了三个男人 都是通过性传播的 他已经不追究 老公的婚外性行为了 而他不追究的 恰恰是事件的源头 类似末路的人们 打着寻找真相的旗子 有意无意地制造了很多新闻 也博得了很多同情 可是 他们却独独少了一样 最关键的 自我忏悔 有时真的只有自我忏悔 才能自我救赎 他们忘了 病毒的入侵 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不洁行为所致 他们忘了 自己不仅仅是受害者 还把自己的心理 扭曲成报复二字 又传播给其他的不洁之人 在自己的家庭深受其害之后 又去破坏其他的家庭 对此事有网友这样评论 这是对乱性的一种惩罚 越恐惧越好 俗话说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自好自律吧 心地坦荡 无忐忑 尽管 中南山院士已经宣布 其中80%的病毒 数已知 但是正如这位当事人名字一样 如果他们无法排除 自己不洁性行为的心理障碍 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 恐怕 等待他们的 只有陌路了 艾滋病 阴滋病 是婚外性中最惨烈的事件了 谁不知其风之力呢 纵然如此 仍有许多人 飞蛾扑火一般的营上去 打着所谓的自由之旗 敲着开放之骨 为痛苦做着无聊的准备 邪淫 最伤福德 印光大师云 人之所以溢于禽兽者 以其有人伦也 人若行灭理乱伦常之事 则是以人身行禽兽事 身虽为人 实则禽兽不如也 何也 以禽兽不知伦理 人之伦理 之伦理而覆灭伦理 思居禽兽之下矣 人没有了伦理心 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 罪是伤福德 人邪淫就是灭理乱伦理 就是以人身行禽兽事 祖宗父母和自己 辛苦积来的一点福德和尊严 都因为你邪淫而丧失殆尽 不但摧毁了自己的身体 事业败坏 善有远离 现世厄运不断 而且将来必定殃及子孙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让子孙后代蒙受你邪淫 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贫苦和灾祸 哪个有人性的人愿意呢 以天大的福德换取片刻的欢愉 哪个有智慧的人能那么做呢 邪淫最伤身 父母生你身养你身 恩众如山永难报答 十月怀胎回甘救失 孩子尿床了 父母会把孩子挪到自己 睡过的甘爽温暖的地方 而自己却去睡尿湿的地方 佛说父母恩众难报经中 佛说父母有十种恩情 儿女难报 其中有回甘救失 含辛如苦 费尽心机和财物 好不容易把你培养成人 原指望你得财兼备 尽力尽分 做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事 光宗耀祖持续香火 共享天伦之乐 哪想到你却以成绩祖宗血脉之身 行畜生不如的苟且之事 伤风败俗 灭门绝寺 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 辱墨祖宗颜面 这是最大的不孝啊 英律说 奸淫别人的妻子 会得到绝似的报应 奸淫未婚的处女 会得到子女淫逸的报应 文昌帝君借淫宝训云 绝似之坟墓 无非好色狂徒 妓女之祖宗 竟是昙花浪子 轻者耗尽精血 神衰体弱 所生的孩子 一定是疾病缠身 重者不但自己染上 酶毒、艾滋病等各种恶疾 而且还传染给自己的家人 受尽了痛苦和折磨 最后还是一命呜呼 徒留父母、伴侣 以及儿女在那儿哭天喊地 被别人耻笑 是伤你自己的身吗 其实是痛伤祖宗父母和伴侣 孩子的身呢 财能善用多多益善 如果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用在邪银上 就是拿钱买货 文昌帝君曰 天盗货银 其暴胜诉 这样的钱越少越好 钱少少造念 上天也会帮你失去这份钱财的 人一旦沾染上邪银的恶习 脑子里整天就是一个色字 银念一生 状如苍蝇闻到臭肉一样 一定要付诸行动而后快 由于心血两亏 身体搞垮了 人由于精力不足而变得懈怠 各种恶习呢 也随之滋生 意志越来越消沉 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事业 由于缺乏精心管理 而渐渐衰败 正所谓夜惊于情 而荒于稀 更有甚者呀 父母 伴侣 儿女 在家吃康厌菜 锦衣缩食 你却在外面灰金如土 花天酒地 一至千金 只为美人笑 这样的人真是不孝 无情无义的败类 而且 一旦染上恶极 耗尽钱财 却不能治好 让家庭其他成员 为你受穷受苦 这些钱财 本可以用来上校养父母 弘扬人间正气 积福积德 下 安养家庭 继危救难 做他人楷模 现在却用来买货 是聪明 还是愚蠢呢 邪淫也伤他人 古人云 监禁杀 现在媒体报道的 由于邪淫 通奸等导致自己被杀 对方被杀 亲友被杀的案件 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当事人受辱 或后悔自杀 亲友无法承受耻辱 而自杀 由此可知啊 邪淫的罪过 比杀人的罪过 还要严重 更可怕的是 有的人小有声望和地位 在人前道貌黯然 颇令一些人幸福 一旦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情 那些愚昧的人就会认为 既然他可以做 我们就可以做 潜移默化 周围的人上行下效 社会风气因此变坏 受伤害的人众多 罪孽实在是太大了 古德云 求明者 因好色欲 而明必败 求利者 因好色欲 而利必丧 居家者 因好色欲 而家业必荒 为官者 因好色欲 而官业必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